上海警方破获一起出入境服务公司非法买卖外汇案件 涉案金额超过一个亿 余亿就是Modern比一个亿还多 多多少没说 为什么没说呢 看你给警察送不送钱 送不送好处 我昨天做节目已经说了 现在中国的外汇很紧张了 有钱的人 有钱人当中 绝大部分也包括不是那么有钱的普通人 很多人都想拿了钱 把人民币的资产转换成外币 比如说美金 英镑 日元 欧元 甚至港币 这个新加坡元 澳元加拿大元 家元 是吧 新西兰元都行 是吧 恨不得卢布都行 是吧 印度的卢比 什么蒂纳尔 是吧 等等等等都可以 是吧 这个韩元也行 台币也行 就逃离中国啊 因为中国政治上太不靠谱了 因为共产党 这个共产主义 是吧 就是消灭私有制啊 对吧 你看前一段说共同富裕 马云一看风向不对 又要打土豪分田地了 赶紧啊 现在不叫打土豪分田地 也不叫土改 也不叫公私合营 也不叫投机倒把 叫共同富裕 赶紧捐了一千个亿吧 然后另外他们老马家的那个马化腾 也捐了一千个亿 是吧 然后其他那个刘强东说了 我没那么多钱啊 没那么多钱 那你五百个亿吧 是吧 反正都得捐啊 这个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 根据我的经验 经侦总队 或者原来叫经侦处 应该序号应该排第十九 为什么呢 因为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处 经济犯罪侦查处 就叫十九处 就是我的客户 在哪啊 在东城区 北京火车站 北京站西大街 马路北的船板活动 船板活动一进去不到一百米 马路西 胡同西边有一院 平房的院 那就是市局的经侦 十九处是我客户 管食堂的是猪哥姓猪的 他这个胡同出来 从他南口出来 马路对面 是丁香胡同 丁香胡同小学 是我的客户 然后丁香胡同里 有一个北京市的外语学校 外语类的一个中专 那有我的原来的初中同学 后来他们都给分到了 Bank of China 就是中国原来专业的外汇银行 原来只有Bank of China 中国银行能办理外汇业务 就是Foreign Exchange 其他的银行是不允许的 后来当然都放开了 都放开了 这个抓获了非法买卖外汇 这当然了 我昨天就说了 他肯定是这个什么呀 这个这个 给人介绍地下钱庄啊 他中间吃点喜 吃喜 这北京话的意思就是吃点好处 唠点好处 有点弄弄点手续费呀 什么discounter啊 commission啊 折扣啊 佣金呀 就这个啊 这个那个女的叫何梅 好像叫何梅 她是老板 抓了五个人 这个资金上亿了 上多少亿 其实你说他上亿 指不定也许都是十亿 五十亿 一百亿 是吧 这都有 对吧 你把这些钱多吐出点来 这经真的搁几个 是吧 最近这个肚子里有点素 大家明白吗 有点素 哎 就是没油水 北京话叫没卤 啊 有卤 这打卤面 是吧 哎 卤 说这事有卤吗 就是说这事有好处吗 什么卤鸭脖子 卤鸡脖子 卤这卤那 哎 是吧 就是有卤 是吧 打卤面 就是有点好处 是吧 这个人无败财不富 马无叶草不肥 哎 你得沾点好处 是吧 这个 经查啊 2016年以来 哎呀 16年 那更早就有了 那岂止最近这个 七八年啊 对吧 16年以来 某出入境公司 不就是那个叫外联 叫联外 叫什么呀 我昨天说的那名了 是吧 上海的那个 说是最大的 这个女的叫何某 可能叫何梅 女的54岁 还有员工 孙某某 也是女的 39岁 在提供中介服务的过程中 为谋取非法利益 其实啊 他也是 是吧 两好并一好 也是客户说 哎呦 我这有点资产 我在静安寺 我在陆家嘴 是吧 我在淮海路 我有房子要卖啊 当然了 他们的客户 不仅仅是上海的 因为上海是这个 长江流域 是吧 或者中国南方 经济中心 甚至是整个中国的 经济第一大城 所以他辐射周边 是吧 基本上北方的 小城市的 二三线城市的 他会到北京来 咨询啊 找这种中介啊 移民中介啊 南方的 长江流域的 可能武汉 也有一些大的 华中的就去武汉了 华南的 就去这个这个 哪了 就去这个广州了 深圳了 是吧 或者香港 这长江流域 中下游的 比如说安徽啊 江西啊 江苏啊 浙江啊 哎 他们可能就奔着上海了 是吧 他的客户是全国各地的 那么啊 这个是吧 这客户也把钱转出去了 哎 他们也中间落点 这个commission discounter 落点好处费 有点卤 哎 是吧 但是中国政府就不高兴了 是吧 采取境内 收取人民币 境外提供外币的方式 啊 明白了 他这个叫对销 这个叫对销 就是境内 中国境内 哎 你把人民币给我 我说一个 比如说几笔几啊 比如说美金七点几 六点几 欧元七点几 八点几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英镑 八点几 九点几 十点几 对吧 大概啊 就是说这个 这叫对销啊 有好多做这个的 尤其南方 广州那边好多 是吧 这个这个地下钱庄 这个生意在香港 是公开的 是合法的 或者办合法的 最起码是灰色地带 在大街上都有换钱的呀 在西班牙也有啊 对吧 当然他比官方的汇率 比银行的要高一些 那你找他不是图省事吗 很多游客什么的 是吧 或者是移民的人 啊 这个境外是吧 你这边 反正他们也不是怎么倒腾的 这咱不懂啊 境外给你拿外币 国内你给他人民币 他中间挣点呗 你得让人挣啊 是吧 这个我记得我1991年 在台湾老板的公司 就是那个火鸟 色拉油油厂 我们那个李总 就是台湾张化人 他就说了 他说呀 这个赔本的 赔钱的生意 没人做 杀头的生意 有人做 是吧 你别说这个倒腾点 所谓的非法买卖外汇 这种事 什么军火呀 什么毒品呀 是吧 这都有人做啊 还有最大的生意 收益最大的 最赚钱的 就五个字 为人民服务 老一辈革命家 就这个 还有他们员工 还有一个万某某 姓万的 嘿 你听这个姓万的 就是发财了 是吧 他有一万块钱啊 万元户 男的三十四岁 还有高某某 你看高大上 白骨精 是吧 高大上 女三十九岁 还有一个女的 你看他员工都是女的多啊 就一个男的 蒋某某 你看 蒋某某 女的四十岁 他们都存在 通过介绍地下钱庄 为他人提供非法换汇的犯罪行为 是吧 这个比较严重的 就是这老板 可能叫何梅 54岁 和这个主要的这个员工 可能是个部门经理啊 或者他负责具体联系这些钱庄啊 这个女的孙某某39岁 这俩被刑拘了 剩下那几个高某某 万某某和蒋某某 那几个被取报候审了 是吧 大概他们也就收三五个点吧 三到五个点 差不多也就这样了 百分之三到五就算良心价了吧 是吧 1233% 25% 是吧 三到五 这个这个比较公道啊 就是说这个也不白忙活 然后走个量 是吧 就跟我们卖粮油 是吧 卖粮油那个那个 有时候我们这一斤才挣几分钱 我们走的是量 对吧 这个量大的就挣钱了 是吧 谁让你中国的制度 你远远落后于世界的主流文明国家呢 对吧 你什么时候 你还别说赶上美国啊 也别说赶上日本台湾 你能赶上新加坡 甚至你能有马来西亚的那个宽容度 自由度 是吧 也不会有这么多人背井离乡 对吧 谁愿意 是吧 比如说这些人啊 换钱的人都是有一定资产的人 有一定资产 基本上哈 需要积累 需要挣钱 有一过程 需要时间 不是特别年轻的人 对吧 都是一些中老年人 四十多五十多 甚至可能六十多 对吧 这些人都有了一把年纪了 是吧 在中国大陆也混得 谈不上风生水起吧 也都有吃有喝的 你这是逼着这些人走啊 一方面啊 你是国进民退 老是做大做强国企 国企一直就赔钱 对吧 一直就靠民企啊 私企 还有外企 是吧 外资啊 外资和民营企业来养着他们 来补贴他们 然后你这个完全 就是和世界潮流 甚至和人性 和基本的经济规律啊 和人性是 对吧 人人的最基本的底线 你是相违背的 对吧 然后一天到晚 还吓唬老百姓 前两天还有一个说法 我看网上 又是中国政府吧 官媒啊 我们把私营企业家 当成自己人 什么叫当成自己人啊 你根本这客气啊 假客气啊 是吧 就跟他说 有的家里来个客人 这中国人嘛 都知道这套路 都是客套话 都是虚头八脑 哎呦 哥们 好久没见了啊 这个这个甭客气啊 你就拿这当成自个的家 当成行吗 你要当真 你就是一傻逼 对吧 就弄死你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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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